仆人姐姐去我的湖里坐坐吧 我给你准备了好多原石 仆人姐姐去我湖里吗 房间我都为你布置好了 没想到旅行者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要不我先去 怎么 原石不够还想和我招 而且我是你哥哥 理应让仆人先去我湖里 那我还说大得要让小的啦 先让仆人姐姐去我湖里 两位先别激动 我都会去的 要不我们先 仆人姐姐先去我湖里吧 我还给你准备了下午茶 丑哥哥 现在就想抢人了是吧 先去我湖里 两个给我把父亲放开 就是就是 太无理了 你们可真打眼睛瞧好了 我给仆人姐姐布置的房间可好看啦 这房间也太甜美风了吧 父亲真的会喜欢吗 我怎么觉得 这房间不属于提瓦特的画风 而且这房间的风格 和我的衣服也不太大 等等仆人姐姐 风格不大我有办法 这套衣服感觉怎么样 我可是在保留仆人衣服原有的配色上进行的制作 你确定是你做的 而且这衣服的颜色和房间的配色也不搭呀 而且父亲他好像不太喜欢这类风格的衣服 好好好 这个好 我喜欢 其实这衣服是从千枝屋买的啦 不过是我选的颜色和布料 不喜欢也没事 我还买了其他衣服 这套可是我花了大家千枝千枝做的 从原料到造型都是千枝一手把关的 这件很不错 不愧是出自千枝之手 我觉得父亲穿上这件礼服很好看 静显优雅 哥哥说的对 这件礼服就是天生为父亲准备的 好好好 这个更好了 仆人姐姐我爱你 旅行者 你的手不想要就不要要了 今日的胜负 空哥的拜拜